新城商工所举办 乡长杯原住民族语单词竞赛的活动 让原住民的族人可以在游戏竞赛当中 认识以及熟悖族语的单词 而当熟悖的族语单词累积到一定的量能之后 就可以结合学习的巨型结构 自然而然的强化族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 有效的提升了原住民族人 族语学习的兴趣和成效 新城商工所举办相长杯原住民族语单词竞赛 并且在原住民文馆举行 竞赛分别为看图说族语 看中文写族语 看族语说中文 听族语说中文等四个项目 并且请来了专业评审委员立领指导 由太陆国组的金星山老师 赖金雄老师以及阿美组的吴阿金 林亦南经过一个上午的激烈竞争 游秀令国中百合发队获得冠军 北部国小青蛙队获得亚军 新城国中获得季军 其他队友也有优异的表现 从前面可以看得出来 小朋友被自己的族语的 这方面的听跟说 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 在新城乡是一个族群融合的一个乡镇 尤其各个族群在新城乡是一片乡和 这个各位同学 我们的严重们的语言 各种的语言 是国家 这个认定的国家的语言 各位在除了自己的 在国议方面也好 在对自己的族群的认真和学习 因为各位年纪都看起来都蛮年轻的 大概都是国中小型的 有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我是觉得非常大 日我在生活用词上面也好 在学校 我觉得学校教育是非常重要 现在下面代表葛秋夫 廷津峰里关心与著名文化的传承 全力支持新城乡所办理族语单词的竞赛 并表示相当合理台关心语言 以及族语的传承 每年都会办理语言的竞赛 在族语朗语的项目当中 这些同学对单词的意思 并不是完全熟悉 也感谢公所重视小细节 成为华林首创 办理族语单词竞赛的公所 这里是王一 请不吝点赞